很多人都知道吃盐太多,会增加高血压风险,加快豆腊就要硬化进程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 其实,有发高血压的不是盐,而是其中的那元素,那,是生命元素之一,能维持体内的水平衡,和肌肉的兴奋性。 但如果那元素摄入过多,反而增加身体负担,一高那饮食害人不浅,高血压,那摄入过多时,会使血液那浓度升高,引起血管收缩,血管避水肿,从而导致血管管腔变斩,血流阻力增加,血压升高。 全国盐与高血压,研究的写作组,在12个省市4个地区,对2277人研究的结果指出,中国膳食那天高,甲偏低,从那和甲,盖的比之看来,那对血压确实有影响。 降低盖吸收,人体中渗入的那越多,意味着尿盖的排出量增加,甚至每排出2300毫克纳,约6克盐,就会损失40-60毫克的盖,加快人体盖流失,增加骨质疏松等疾病的风险。 也曾经有动物食言表明,给小兔喂食高的饲料12个月后,其苦密度降低50%,顺病,饮食中的盐犯95%是由肾脏代谢掉的,盐摄入过多,就会加重肾脏负担。 同时盐中的那,会导致人体水分不易排出,容量负荷过重,形成水轴,又进一步加重肾脏负担。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,慢性肾病患者如果经常高原饮食,心脏病或中风发作的危险性可能会增加。 胃癌,高浓度的那会使为黏膜变得稀薄而失去保护功能,甚至使为B裸露在腔胃酸和各种酸碱度的食物刺激之下,增加胃癌风险。 心血管疾病,人体内的内过多,会造成体内水滞流,导致血管内压力升高,阻力增大,造成心脏负荷加重,久而久之,容易把心脏肥大,腺衰等疾病,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。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,建议,成人食盐每日小于6颗的推荐量,又骂病患者建议4颗签,二乙型杀手就在你身边,少放盐,少吃咸,就足以减少那的摄入了吗? 其实,食品的咸度可含那两不一定成正比,生活中一些看似普通的饮食,却可能隐藏着惊人的那含量,而你可能就在不知不觉,食食入了过多的那。 面条,面制品,为了要让口感Q淡,多会需要添加盐,甚至有些面条每100克,就有569毫克的那含量,但你未必能吃出咸味,因此,购买时,要看具体配料表。 吐司,面包,面包图有一张小清新的面孔,却很可能是中口味的新,市面上有些切片面包含那量超过500毫克每100克。 如果按照一克盐含392毫克那换算,那么一袋350克的切片面包含盐量,就高达4克左右,特别是抹上乳酪,咸味黄油或其他调味品后,那含量会更高。 罐装果蔬汁,市场买到的罐装蔬果汁,酸酸甜甜好开味,但别忘了看配料表,有些含量基本在928毫克每罐340毫升,和一瓶可能就等于全运摄取上线的一半了。 密件,或输密件,大多是甜味口感,很多人都误以为只有糖饭,但千万别被你品尝到的口感误导了。 下次使用钱或是购买钱,不妨先看一下配料表,其那含量很可能超乎你的想象。 除了上述食品还那很多,血购要小心之外,高达巨头还在很多加工食品中。 零食,100克的椒盐饼干,可含有1715毫克的呢。 乳酪,100克乳酪的含量量约1700毫克。 发酵粉,小苏打,一汤勺小苏打,含1368毫克呢。 一茶匙发酵粉,约含有530毫克呢。 汤料包,一份5克的汤料,其中的含量量约1200毫克。 香肠,薰肉,咸肉,20克牛肉干含量量约443毫克。 沙拉酱,酱油,一勺酱油的含量量约335毫克。 酱母,6克酱母的含量量约达到216毫克。 除了尽量避免摄入上树高纳食物外,平时养成看配料表纳含量的习惯, 尽量选择每日建议量百分比,percent,daily value dv不超过5%的,或每份含量不超过120毫克的食品。 3D纳盐的秘密。 有些人为了上树入纳,在日常生活中会选择低纳高甲炎,趁其为保命炎,但最近又有传闻说低内高甲炎是宋命炎,究竟是怎么回事? 保命炎,一方面,加剧有扩张血管,降低血管阻力,增加尿脑排泄,抵抗高纳生压的作用。 另一方面,低内液可以减少耐理子的摄入,从而降低高血压,心脏病等疾病的发病率。 因此,对于高血压,心脏病,心脑血管疾病,普通中老年人等人群来说,它是有助于健康。 宋命炎,宋命炎主要是针对高血甲症,肾功能补全等人群。 当人体肾功能下降时,其排泄甲的能力也会随之下降,长期食用低内液,甲不易排出,就会引发高血甲症,血清甲超过5.0毫克2每人。 严重时,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危及生命,导致心脏跳动减换,出现心脏骤停等现象。 因此,肾脏功能不全者,高血甲症患者等人群不适宜食用低内高甲炎。 红、黄、绿、白、黑身体更健康,除了养成低脑的饮食习惯,这些食物也对血管有好处。 红食指每日进食适量西红柿,辅助降压,降低胆固醇,抑制动脉硬化,对关心病,高血压有一定的好处。 黄食指胡萝卜,红薯,南瓜,玉米等,每天适量食用,又辅助降压作用。 绿食指食用深绿色蔬菜,它们所含的维生素C,膳食纤维等营养素,可以帮助去制降压。 把食指燕麦,可以辅助降低人体中的胆固醇,对心脑蓄管病提到一定的预防作用。 经常使用燕麦对糖尿病患者也有非常好的降糖,减肥的功效。 但选购燕麦实际的注意配料表,也不要选购精细加工的,黑是纸黑木耳或香菇等,每天可肉黑木耳10克,或香菇100克。 泡巴后,烹调入菜肴中食用,对调节血脂,降低血粘度有一定好处,而且其换物质含量也非常丰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